最近,一直都不怎么喜欢录综艺的李一峰,出现,在了新节目《这就是灌篮》当中,近两年各种综艺节目之间的比拼非常激烈,很多种新形式,那综艺让观众眼花缭乱,灌篮结合了体育明星与娱乐明星,试图以这样的新型模式,创作出热门的综艺。 并且除了李一峰之外,节目组还邀请到了篮球明星林书侯,和国爱伦以及云的明星周杰伦押阵,阵容可谓是强大,把这几位他为如此之大的明星凑到一起。 看来节目组真的是非常用心了,李一峰喜欢篮球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,去年也曾经担任过CBA全明星的主阵嘉宾,如今录制篮球VIP的综艺节目, 倒也不让人感到惊讶,对于综艺来说,在需要明星带来流量的同时,也需要带来话题才能有热度,尽管大志次和林书豪人气都非常高, 但是毕竟是篮球明星,缺乏娱乐话题,所以话题单单就只能是李一峰和周董了。 在第一期节目当中,周董表示自己为减肥不吃火锅,冯冯补刀自己越吃越瘦,不过网友们还是表示觉得周董瘦了,但冯冯胖了,于是李一峰就因此上了热搜,这就是话题担当的实力吧。 在白吐槽自己胖了之后,李一峰很快就发微博测潮,在微博当中做出回应,发微表示,时间不仅带走了自己的流量,还想带走重量,不过好在还有质量,并同时发出了自己称重的照片。 照片中他的体重是66.2千克,几乎峰峰的身高来看,这个体重算是很瘦了,再仔细琢磨,一下李一峰的第一句话,还是发现他是画里藏着画的,疑似承认过气。 确实,现在随着很多小鲜肉的崛起,李一峰这两年的流量的确不如从前了,但被迪斯的他演技真就这么差,我们不能否认的是, 一直吐槽他演技差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少了,这两年峰峰一直在磨砺自己的演技,即使说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,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演技的进步, 比如说在电影《动物世界》当中的表现,就让他收获了不少的好评,所以希望李一峰演技能够更进步,更好地成为一个演技傍言之高的男演员。